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至今 留学生成为受到冲击的群体之一 近期国外部分高校宣布秋季学期正常开学 不少留学生开始一路求学 梁晓琳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准留学生 她计划9月中旬前往学校报道 最近她发现自己先前预定的航班禁停泰国 而泰国不在英国豁免隔离政策名单之内 所以正考虑换航班 现在泰国的名单已经变红色了 然后英国那边过去的话需要再隔离一段时间 然后还需要自费 然后那个费用是有一些些高的 然后我就思索着要不我就换一个航班 然后就过去了以后在宿舍里头自我隔离 然后保护好自己 这样也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我就定了14号的塔塔尔航班 梁晓琳说 根据入境要求 替代英国后自己需要购买核酸检测包自检 要求我们过去以后就买一个核酸测验包 然后进行自我的一种检测 然后也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吧 然后也是建议我们非必要不出门 然后就除了上课呀 还有必要的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就出去去与人交流一下 然后还是避免在人群中聚集吧 同样将去往英国在伦敦国王学院留学的方语焉 对那里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 此前她在英国曼彻斯的大学读了两年本科 但因疫情原因仅有一年面授 另外一年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线上学习 在那边整个学习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大学 它提供的一些硬件的设施啊 还有一些周围的同学啊 整个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能去国外 尽量的多体验一段时间 对我来说是更好的 所以现在研究生也有这个 可以回去的这个机会嘛 所以还是想把握住 荣振元是一名在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2021年6月放暑假后 荣振元启程回国 受疫情影响 澳大利亚还没有完全开放边境 新学期开学已有六周 他只能上网课 主课的话它是四节 是分布在你的一周的 它的具体时间就是你去和国内一样 你去选择那个选那个时间 或者是你能选到的时间 还有就是你可以选一到两门的选修课 这个时间也是根据你选到的定 像澳洲的话还好 因为它的时差只有两个小时 所以对我来说 属于一个可以接受的犯臭 但是像英国和美国呢 就属于太离谱了 就完全是终于颠倒 受疫情影响 在日中国留学生刘子玉 已有一年多没有回国 由于日本疫情恶化 学校立即组织线上授课 云端学习让他觉得自己上了个假学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2020年的1月的时候 然后正好那时候在过元旦 然后我因为在考学 所以没回家 然后在那个社谷的那个 就是广告屏上 然后会有播放新闻嘛 播放新闻的时候 就说那个已经出现第一例新冠患者 然后我从那之后吧 基本上的话 我总共算了一下 两年时间我总共在学校 就是进行网课 或者进行线下也好 然后或者说是跟老师接触也好 加在可能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是整个两年时间 然后基本上是很少去学校的 刘子玉的兼职也没有做下去 除了线上课程 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独处 新学期来了 即将准备毕业论文的他 也没有太多线下课程 每个人阶段其实不一样 我的话 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可能准备论文以后 然后以后想要自己的 这个 以后的方向 工作方向 然后学习方向 然后继续努力吧 这样 近期日本疫情继续恶化 尽管学校没有强制要求 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刘子玉还是预约接种了新冠疫苗 一路求学不易 他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生活回归正轨 对于自身安全考虑的